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欢迎来到空中礼拜堂 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第一次跟各位在空中相会 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满心感谢赞美你 虽然疫情这么严峻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空中与主相会 我们仍然透过线上与众弟兄姊妹相会 相信你的灵此刻仍然与我们同在 我们说的讲的听的 主啊你的灵必须保守我们 因为你说过愿你们平安 愿我们大家都平安 将一下时间交入主的手中 奉主的名感谢祷告 阿们 今天跟各位订阅点位要分享的 也是现在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平安 所以主耶稣说过愿你们平安 那么这句话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 见到门徒子讲的第一句话 愿你们平安 我们以下有两处的经节 我来读给各位听 第一段经节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的36节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这是一处经文 我们再读第二处经文 在诗篇91篇的第二节到第七节 祂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祂必救你脱离不了人的网络 和毒害的瘟疫 祂必用自己的领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 祂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要黑夜的瘟疫 或是五千月年的毒病 虽有千人葡导在你旁边 万人葡导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第一处经文刚刚提到 主耶稣在复活以后 跟随他的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我们不要愁烦 因为主耶稣吃过我们的平安 跟一般人口里讲的平安不一样 这是真正灵里面的平安 接着我们看旧约 神给我们的许诺 这病 这灾 不得临近你 也不怕黑夜型的瘟疫 所以我们光是两处经文 我们就应该大得安慰 我们基督徒靠的是 我们对主的信心 好 我们看个比较轻松的一个画面 什么是目前最夯的礼物 比钻石还好 最留当日平安的礼物 这礼物当然是平安的礼物 我真授作让她的一回事 她早上等待过 对冲军打的病毒 intever nurse 好 剛剛看了這一段很簡短的其實是一個廣告 一個輝瑞疫苗的廣告 非常有創意 目前最夯的禮物比鑽石還珍貴 我們看右邊這個圖 那是希伯來文小龍 願你們平安 現在大家最喜歡的是輝瑞疫苗 對不對 我們可以知道輝瑞疫苗帶給我們平安 但真正平安不是輝瑞疫苗 真正平安是主要是口吻的話 願你們平安 我們看一下你對疫苗到底知道多少 這回台灣怎麼會突然間變成這樣子 大家在追尋 在追求怎麼來的 然後在互相指責的時候 我們身為基督徒 我們要想 聖經裡面會不會有答案 其實聖經裡面是有答案的 真的光 針對我們台灣為什麼會這樣子都有答案的 我們待會可以一起來分享這一段 首先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你對疫苗 你對瘟疫到底知道多少 瘟疫一直都有記載 那麼最常見的瘟疫 包括鼠疫 我們一般又稱為黑死病 有線型肺型 跟敗血症三種 那麼在人類歷史上面 有三次跨洲際的傳染力 第一次是發生在西元的第六世紀 持續了五十多年 丁姐的想法是五十多年 我們這邊台灣持續了一個月 大家受不了了 這持續了五十多年 想想看多可怕 第二次是在十四季的時候 那麼一共死了四分之一的人數 那麼當然那個時候大家相傳 是由蒙古的軍隊因為犧牲 然後把瘟疫帶進去 那麼第三次是在1860年 這時候正好是清朝的末年 包括了天花 那麼相傳咸豐皇帝 也就是因為得了這個天花死掉的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 瘟疫並不是現在有的 瘟疫是從古至今 就一直有的 這個病是一個很古老的疾病 那麼有人說瘟疫怎麼來的呢 他們說這回瘟疫是我們人類 把它從地獄裡面帶上來的 是不是 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 我們看中國的瘟疫史 中國有瘟疫史的 那麼在商朝的時候呢 也就是我們的舊約的時候 舊已經有瘟疫了 那麼商朝的甲骨文裡面有記載 有蟲 有骨 有劣跡 有跡年 這些文字的記載 表示商朝的時候有瘟疫 所以才會在甲骨文裡面呢 有這些文字的記載 那麼在西漢平地的時候呢 也就是在祖前的二年 也有一次叫做青州大疫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記載 那麼漢平地親自下招 明吉義者 色空底地 未知醫藥 就是我們要在民房那邊 要開始擺設有醫院有醫藥的治療 在西漢平地二年的時候呢 有過這麼一個記載 最著名的是在三國的時候 赤壁大戰 赤壁大戰的時候 人家說當然曹操是被赤壁火攻給打敗 但是真正死的另外一個記載 是還沒打仗之前 北軍就是指的曹操的軍隊 已經很多死於瘟疫了 所以這次赤壁大戰 那麼你可以從另外的文獻可以看 其實是瘟疫幫了大忙 所以這邊的記載是 暫於赤壁大破之奮其舟船 先以吳京水路並進 追到南郡 時又其意北軍多死 表示還沒戰爭以前就死掉了 所以我們民間才會有一個什麼 才會有瘟神 這是我們民間的圖 有瘟神的圖 我們常常說你什麼神都可以贏 你就不能贏瘟神進來對不對 好 在明朝有一個瘟疫論的作者 這個人叫吳有信 他應該是第一任衛生部部長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山東人 他是明朝的時候 那麼在崇禎十四年的時候 有過一次瘟疫 他寫了兩本書 他以他的中藥寫了兩本書 那麼到了民國的時候 那麼再把它記錄在無限制裡面 他是第一個創立了我國傳染病學基礎 也可以說是我們第一任的疾病疾管署署長 第一任衛生部的部長 這個瘟疫病學其實是從他開始的 這一點跟弟友姐妹分享 瘟疫到底怎麼來的 我們要看聖經怎麼說 瘟疫是有記載 聖經上有過三次記載大瘟疫 大型的瘟疫 但是整個的聖經裡面 記載瘟疫就有七十次 那麼有六十個地方 提到有關瘟疫的問題 那麼瘟疫很多說是跟公共衛生 傳染病有關 但是我們身為基督徒 我們必須要了解 瘟疫其實跟我們的信仰 有非常深入的關係 我們待會可以從聖經上來看 那麼瘟疫必須要從神跟人的關係來看 所以最近你看有很多的文獻慢慢出來 說這一次的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其實就是我們人 把這個細菌從地獄裡面招上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違反了神的命令 我們待會可以一起分享 旧約第一次記載瘟疫 最大型的瘟疫 是因為人抵擋了上帝 人抵擋上帝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人心驕傲 我們待會可以看三次瘟疫 瘟疫都跟人心驕傲有關 我讀一個經文 在真言的十八章十二節寫了這麼一句話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 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我們先想想看 台灣的新冠肺炎為什麼突然間大流行 難道不是跟我們的人心驕傲有關嗎 全世界都在流行瘟疫的時候 我們這邊開始報復性旅遊 什麼叫報復性旅遊 很多朋友跟我說他們今天去哪 那邊去哪 我常問他們一句話 我說有需要這樣子嗎 所謂報復性旅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是很驕傲性的旅遊 所以敗壞以先人心驕傲 這句話說得一點都沒錯 我們這回我們要先學會謙卑 為什麼尊榮以前先有謙卑 我們看這一次的抵擋 我們可以看下面的事情 就是一個驕傲 這篇聖經上的記載 除外基地九章一到三節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你進去見法老 對他說 耶和華西國來人的神這樣說 容我的百姓去 好 侍奉我 你若不肯容他們去 人就強留他們 耶和華的手夾在你前肩的牲畜上 就是在馬 鱼 駱駝 牛群 羊群上 必有重重的瘟疫 第二天耶和華就行這事 埃及的牲畜幾乎都死了 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 一個都沒有死 這一次是一個記載的非常詳細 耶和華讓摩西去見法老 要讓他的子民移開 法老沒有答應 這是個抵擋 這難道不是一個驕傲嗎 所以死了非常多的人 所以第一次聖經上的記載 的瘟疫 大概這在主前大概有三千年紀 所以他是抵擋了上帝 是一個人心的驕傲 我們看第二次 第二次的記載 有瘟疫是嗎 是因為背棄了上帝 背棄上帝 古字裡面也是跟驕傲有關 我們看第二次瘟疫怎麼來的 出自立位記 二十六章十四節到十七節還有二十五節 你們若不聽從我 不遵行我的誡命 厭棄我的律歷 厭惡我的典章 不遵行我一切的誡命 背棄我的約 我要向你們辯明 聚集你們在各層內 將瘟疫在你們中間 也必將你們交在仇敵的手中 我們讀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兩件事 第一個 我們說我們的神是不輕易發怒的 我們的爸爸媽媽也不會輕易發怒 但是我們如果真的做錯事情的話 祂不會發怒 會的 所以我們的神跟祂的選民說 我們要約法三章 你要聽從我 按照我的典章 如果你們真的背叛了這個 我會這樣瘟疫的 不聽 不聽的結果是什麼 明書記的二十五章第一節到第三節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 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 一同給他們的神獻祭 百姓就是他們的祭物 跪拜他們的神 以色列人與巴黎比爾聯合 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發作 那時遭瘟疫死的有兩萬四千人 在那個年代一場瘟疫 就是一場像我們類似我們這樣的瘟疫 死了兩萬四千人 什麼原因 背棄了神 背棄了上帝 那時候他們在礦業的時候 他們坐在石亭 首先第一個 他們背棄了神 與摩押女子心情淫亂 神是不准他們跟外邦人的 結果摩押女子帶來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帶來了讓他們吃祭拜過的祭物 第二帶來的最邪的一個叫做巴黎比爾 所以他們背棄了上帝 這是第二次的大瘟疫 在聖音上的記載 我們再看第三次的大瘟疫 我們先看一下巴黎比爾 巴黎比爾到底是什麼 巴黎比爾是其實在中東 現在是中東 巴黎比爾它是一個統稱 巴黎跟比爾其實是兩個 巴黎是比爾的兒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爾手中抱著嬰兒就是巴黎 我們叫巴黎比爾 那麼因為時間地點的不同 所以統稱在迦蘭地 拜的這些外邦的神都叫做巴黎 比如說巴比倫人所拜的偶像叫馬蒂克 菲利基人所拜的偶像叫夏滿叙都 我們都稱為巴黎 所以巴黎就變成一個在中東時候 一個統稱為一個外邦偶像的一個統稱的代表 這叫巴黎比爾 我們看第三次瘟疫的記載 第三次瘟疫的記載 是因為當政者的驕傲 大位俗點百姓 這是一次很有名而且一次的歷史上的一個記載 在薩摩爾記下的二十四章第一節還有第八節到第十節 耶和華又向以色列人發怒 然後就激動大位 使他吩咐人去俗點以色列人 叫他們走遍全地 過了九個月 零二十天 就回到耶路撒冷 好我們先暫停一下 蘇聯百姓套起現在講的話就是閱兵 那麼一方面閱兵 另外呢就是全國的戶口普查 為什麼全國的戶口普查 為什麼閱兵會導致這個瘟疫呢 只有一點 這是一個大位歷經了二十年被追殺的辛苦以後 建立了王國 他開始了智格義 他開始心裡驕傲 他不知道 他忘記了這些人民都是神選招的 所以他要借用這一次的全國普查 借著這一次的閱兵 來展現出他的實力 這是一個敗壞以先 人心驕傲的一個證明 所以當我們在查清查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就要了解 為什麼俗點百姓會導致瘟疫 真正的重點是在於人心的驕傲 約亞將百姓的總數奏告於亡 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萬 由大有五十萬 聽見沒有八十萬加五十萬 不得了耶 比我們全國我們現有的軍隊的人數多太多 拿刀的勇士就有八十萬 所以你是大衛王 你難道不驕傲嗎 太驕傲 你看我有這麼大的實力 對不起 而且上帝說這不是我允許的 所以大衛俗點百姓以後就心中自責 祷告耶和華說我行這大事有罪了 耶和華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大衛一生犯錯不斷 可是大衛有個最大的優點 他可以知道他做錯了會立刻到神的面前來祷告悔改 二十四章十五節 於是耶和華將瘟疫與以色列人 至早晨鎖定的時候 從但直到別世吧 民間死了七萬人 弟兄姐妹 一個執政者的驕傲 讓民間死了七萬人 我們不得不回想一下 我們不得不反省一下 我們今天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執政者到底有沒有驕傲 我們必須肯定講 如果沒有驕傲 這幾天不會下那麼大雨 中東府那邊 你看那些喇叭聲不斷 這是反抗執政者的驕傲 但是我們不得不也要人心自問 我們自己有沒有驕傲 我們也有驕傲 美國疫情那樣子的時候 我們好像以笑話的態度在看 我們有沒有同情心 我們其實也沒什麼同情心 所以呢 人心的驕傲不但是執政者 也是我們自己 這邊當政者的驕傲會導致瘟疫 在台灣是不是看到了 三千年前的事情 現在又發生了 所以傳道書講了一句話 以前發生的事情還會再發生 現在發生的事情以前就有了 所以是一個聖經講的任何一句話 我們基督徒我們都要很驚醒 新約時代 你看主耶穌眼預言的瘟疫 會有飢荒會有瘟疫 這是記載在啟示錄 先看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你們聽見打仗和惹亂的事 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歷時就到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西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奇從天上顯現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照 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 因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 天事都要震動 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 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那時他們要看見 原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降雨 一些一有這些事 你們就當挺身昂首 因為你們得述的日子 這個是主要書的預言 地要大大的震動 多處必有飢荒瘟疫 尤其住於瘟疫 所以當然這一次的新冠肺炎 很多也有預言說 是不是這個末世 只是末世不能歷時 立即就到 這主要書講的話 這不是末世 但是這個事情發生 我們基督徒要開始警醒 瘟疫 饑荒 我們現在不是 台灣現在三缺 缺點缺水 缺疫苗 是不是 另外一個笑話 全球都防疫 台灣在防疫苗 是不是 這個 都是我們基督徒要去驚醒的事情 末世的瘟疫 是因為人的罪孽 在啟示錄第六章第七節 第八節 它這麼記載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 你來 我就觀看 見有一匹灰色馬 騎在馬上的 名字叫死 因父也隨著他 有權柄賜給他們 可以用刀劍 饑荒 瘟疫 野獸 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在啟示錄的第六章 有這麼記載 我們現在正在查經 我們現在查到第二章 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 第六章寫的 末世的瘟疫 是因為人的罪孽 所以一開始我提到 我們在 我們在開始討論這個疫情 在開始討論這個細菌 我經常讀了一個報導 俄國發現 這次的新冠肺炎 其實並不是個病毒 只是個細菌 因為他們解剖了 尸體 發現到跟病毒 跟西方研究的病毒無關 但是不管是什麼 都是因為人的罪孽 那麼2019年的新冠肺炎 到底怎麼來的 是違反了神的介密 吃了不該吃的東西 是不是如此呢 我們一起來分享這一段 在六月記的十一章十三節十九節 這麼記載 飛鳥中你們當看為可證之物 不可吃的乃是這些 雕 狗頭雕 紅頭雕 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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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現在大陸那邊並不承認這個事情 但是一開始是這麼一個報導 所以還是一樣 我們是違反神的約定 神跟人的約定有些東西是不能吃的 當然在猶太人那邊 在穆斯林那邊他們是不吃豬肉的 我們台灣還是拼命吃豬肉 這也是不解的 那麼我們是違反了神的禁命 吃了不該吃的東西 我們很快看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你們看紐約上流社會他們在吃什麼東西 紐約 A city where people pride themselves on having fine restaurants and courageous palates But once a year the Big Apple hosts a unique dinner that even New Yorkers might find shocking It's the annual gala of the Explorers Club at the Waldorf Astoria Hotel The highlight of the evening is the cocktail hour where the finger food might have legs a face or a tongue the cuisine could be too extreme the cuisine could be too extreme when the Waldorf kitchen staff is cooking up a little grub they're more used to cooking leg of lamb than tarantula but exotic chef Gene Roerke has some new recipes in mind Let me show you what we have today Now some surprises mmm that's yummy I'll tell you huh you can make like a little pretzel Oh my god The chefs may welcome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ing creatures into cuisin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y're excited about handling the goods Oh be careful Oh my god Oh my god These are Madagascar cockroaches They're not going to bite you very tasty What type of roaches are I Cockroaches are just one of many outlandish ingredients Gene brings into the kitchen The eyeballs are soft Oh boy We'll poach some of these We'll slice them up We'll stuff some But I have testicles coming too Right Right Just watch the teeth though They are sharp The frenzy of transforming roaches, rodents, and reptiles into culinary art begins If you present it properly it looks appetizing It's no longer that creature that everyone wants to step on and run away from But how do you make something with an exoskeleton look Not to mention taste Exquisite First of all You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hen they hit your tongue They're dead Just make sure you have the oil at 165 degrees So once you put it in BAM You're going to cook You don't want these bad boys live in your stomach Even the tarantulas have their own special recipe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put these in this brandy we have And once we soak them in here for about 20 minutes or so We'll take them out We're then going to skewer them We're going to put them in a deep fryer And what you're going to wind up having is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displays have been crafted into perfect edible masterpieces Our sushi with crickets Mealworms, puff pastry E eyeballs Very nice Very nice It's showtime Good evening, welcome to World of Astoria Jean anxiously awaits the guests' reactions Oh my goodness Oh my Oh my These explorers are getting face to face with their food And swallowing their fear It's actually very good From Madagascar, let me see Oh, outstanding Cow's eyeball It's very good You see the facial changes And they go to put this in their mouths It's like Um Very unique description on their faces I don't know how I would describe it The wow might be a good word Maybe a little shocking Grimace Might be a good word The alligator claws, succulent Are they still moving? The theme of the evening may be adventure But some are more thrill-seeking than others I don't like spiders dead I know I'm not going to eat them battered and fried That's for sure But they're just like the zoo But they're dead Despite a few timid diners Jean's delicacies are a big hit The eyeballs are all gone Testicles are all gone Insects I think were the biggest surprise Oh People were running to the tables For the tarantulas and the scorpions It's good The whole idea is just to bring smiles People's faces And we've done it tonight So I think it's been a great success 好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聖經上有記載 疫情是可以止住的 所以疫情怎麼來的 聖經也有記載 疫情怎麼止住 聖經上也有記載 而且從舊約就有記載 所以我們為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詳細讀我們的聖經 聖經上有記載 找出貨源 全部除去 我們想想看 我們這幾天 我們是不是在找病原在哪裡 每天都有幾百例 我們要找病原 聖經上一開始就講 你要找出貨源 全部除去 怎麼找出貨源呢 在明書記的二十五章五到九節 就有記載這句話 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 凡屬你們的人 由於巴黎普爾比爾聯合的 你們個人要把他們殺了 祭司亞倫的孫子 就從會中起來 手裡拿著槍 跟隨那以色列人進庭子裡去 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 這樣以色列人中瘟疫就刺激了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在石亭的時候 這個摩押女子 誘惑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行淫 然後拜巴黎普爾 這是禍源 以現在的新冠肺炎來講 就是我們的病原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 事件上講得很清楚 要止住疫情 第一件事先找出貨源 全部出去 那時遭瘟疫死的 有兩萬四千人 不得了 兩萬四千人相當我們這邊 現在差不多就是兩千多萬人 第二我們要向神悔改 這是大衛的悔改 大衛是在詩篇裡面 最會悔改的人 但是也會最會犯罪的人 三百七家二十四章第十節 大衛淑典百姓以後就心中自責 祷告耶和華說 我行這事大有罪了 耶和華求你除掉 族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 甚是愚昧 那麼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很謙卑的向神悔改 回到剛剛真言十八章十二節講的 尊柔以先必有謙卑 我們要謙卑 我們一定要悔改 我們要跟神認錯 我們吃了不該吃的不結的東西 求你 顧念 你百姓 再一次賜給我們救恩 第三 隔離病原 你看聲音寫得多好 現在十四天 當時是七天 我們一起來看這一段 立會記十三章第五節 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他 若見災病止住了 沒有在皮上 就要將他再隔離七天 好 我們先停到這邊 這樣也是不是十四天 我們現在也隔離十四天 這是好奇妙的事 先讓他觀察七天 他自己要先自我隔離七天 因為災病止住以後 再隔離七天 就是十四天 所以我們不得不說 神經真的很奇妙 為什麼現在隔十四天 在那個時候 在立會記的時候 就已經搶到十四天 好 我們再看第四點 要銷毀病原 在立會記十三章五十二節 那染了災病的衣服 無論是筋上或尾上 羊毛上或麻布上 或者皮紙做的什麼物件 他都要燃燒 因為這是惡性的麻風 必在火中分燒 我們現在從外都進來以後 所有的東西都要把它先放在旁邊 這聲音上記載得很清楚 這邊寫的是 所有染病的衣服 我們全部要給它燒掉 對不對 我們鞋子現在帶裙最多 所以進來之前先把鞋底弄乾淨 所以你看我們覺得說 神的話何點奇妙 幾千年前就已經把 怎麼樣把這個新冠病原除掉了 這邊就已經講了 怎麼樣去止住 好 我們最後看 上帝雖然給了人類懲罰 但是也給了人類的希望 我們一起來練這個 約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三節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現在雖然神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瘟疫怎麼來的 當然他也承諾我們 我們裡面會有平安的 好 請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好 我們讀第二段 以下是四十一章第十節 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與你同在 不要驚慌 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務你 我必幫助你 我必用我的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我們身為基督徒 更應該把這句話記在心裡 我最近碰到很多朋友 他們不要人都會問我一句話 你是教會的長老 你們現在這個事怎麼樣 我說我們這神會處理這件事 他怎麼會處理 以下是四章十節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要害怕 因為神與我同在 也不要驚慌 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幫助你 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我們真的每天早上起來 我們要把這句話還要記在心裡 我們基督徒做什麼 因為神早就應允我們 雖然給了我們苦難 但是也應允我們 不要驚慌 因為我們有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讀第三段 四篇第四篇第八節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所以不要擔心 晚上該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安然躺下睡覺 我們再讀這一段 羅馬書十五章十三節 但願死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將如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借著聖靈的人力大有盼望 我們是有盼望的神 所以祂會賜給我們喜樂跟平安 藉著聖靈會讓我們有大盼望 所以聽說我們真的每天如果有時間 哪怕幾分鐘也好 跟神做個禱告 讓神給我們信息 我們讀最後一段 天安羅家後書三章十六節 請 願是平安的主 隨時隨時 親自給你們平安 願主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記得 是平安的是我們的主 不是任何人 因為我們的神 已經給我們的承諾 你不要害怕 我必安然居住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親愛的天父 你給了我們的應餘 你給了我們的承諾 你也給了我們的希望 你也給了我們的信心 在這麼疫情嚴峻的時候 你親自告訴我們 不要害怕 不要驚慌 因為你與我們同在 你也承諾我們 這災必不臨到我們 我們是犯了錯 我們是 我們驕傲 祝阿我們要來的人面前 我們要承認我們的錯 我們要以謙卑的悔改 求主大人的綁壁 再一次 包庇我們 屬於你的孩子們 與我們同在 任何的疫情 快快的止住 保守我們屬於你的孩子們 一切 主我們相信 你的聖理 帶領我們 奉主的名 感謝祷告 阿們